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是心裡面比較苦耶 你在你取了卵之後 你的卵有沒有辦法受經 這些其實都是很蠻大的壓力 你不是什麼時候想要懷孕生子都可以 但是其實人體呢是有極限的 你必須在合適的時間 甚至就是早一點決定 你到底要不要去生小孩 博孕症女性往往承受很大壓力 有研究指出 博孕症患者的焦慮指數 壓力指數 與癌症 心臟病重建手術 艾滋病患者不相降下 其實患者的話來的焦慮 最主要來自於他的同事 朋友 或者長輩 家人 那另外一個焦慮的來源 可能來自於說他所用的 就就醫的環境 還有他所用的藥物等等 這些都會造成他的 他的一些焦慮的來源 博孕症患者除了需要家人 先生支持 醫師醫療院所也是重要關鍵 你現在已經29週了 都還好吧 杜小姐在先生 家人 醫師的支持下 接受博孕症療程次數打兩問數 她在長期抗戰後終於懷孕 現在已懷孕八個月 這一路上面走來呢 其實我很感恩就是 我遇到一個好醫師 這一方面我們希望說 我們把我們看診的環境 把它弄到最好 最舒適 比較有一些家居的一些感覺 不要讓它有一些 非常生硬的硬邦邦的一些 醫院的那種氛圍 然後比較營造一個 比較舒適的一個氣氛 那這個是一點 那另外我們能夠做到 就是說在治療方面 我們希望說能夠做到 讓病患覺得比較 不那麼的害怕 也就是說我們所謂的 病患友善的一個治療方式 另外胚胎培養環境持續穩定 也能增加懷孕成功機率 這樣心理壓力自然就能減輕 我們很多病人的胚胎 會放在一個培養箱裡面 也就是說大家都住著一個大同步 那但是現在新的培養箱 大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病人放一個培養箱裡面 那所以說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一個人住一個套房 那可以減少培養箱開關的次數 那減少次數的情況之下 我們培養箱就可以維持一個 比較穩定的溫度濕度酸減度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整個培養的環境 會變得更穩定更好 那胚胎就可以長得好 醫師也提醒女性年齡 是不孕症治療關鍵因素 隨著年齡增長 不孕症治療成功率會逐漸下滑 因此女性一定要把握黃金生育時機 超過35歲 若結婚有穩定性生活 半年以上還沒有動靜 就要積極接受治療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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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